話說到了十八世紀 全世界的白銀 都在四面八方向著中華帝國滾滾而來 中國的GDP長期佔據世界的第一位置 問題就是 那麼大筆銀去了哪裡呢 在很長的時間裏 飽食中日的蜻蜓大員似乎很少將它當成一個嚴肅的問題 就加以研究 直到十九世紀 除了鴉片的大量輸入 林則徐突然發現白銀外扭 並且以一句 數十年之後 中原既無可遇敵之兵 且無可衝響之銀 而驚動朝野 這番說話 連道光皇帝都嚇到一身冷汗 就馬上就叫他做陰差大臣去廣東那樹禁煙 目的呢 就試圖以阻止白銀外流 到底白銀是不是真的隨著鴉片煙的進口而流向海外呢 這幾年來有很多學者對這件事都提出質疑 比如說劉剛 李東均兩位試學家 就通過他們最近合作的專注 中國近代的財語兵 對林則徐的白銀外流說 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們認為 有很多白銀 都是流入了中間環節 也就是為皇家管理著天子北赴 即是北京崇文門碎關 以及天子南虎 也就是廣東海關的大小官員的手裏 百多年來 不少人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作為癡入點 發掘在鴉片戰爭當中 可以吸取的歷史教訓 但是他們很少關注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 也就是當時兩國的經濟形態 和商業觀念的懸殊 以及商人的不同遭遇 講來講去 這只是一場因為貿易糾紛而引起的戰爭 是一場大英帝國 為了保護本國商人利益 而發動的近代戰爭 一邊是近代商業文明的傑出代表 以貿易擴張作為立國之本 為了保護商人的財產 不惜勞私遠征 而另一邊 他是失去了社會活力的老舊帝國 對萬而外邦的恩恥 以及皇家的專享財源 將商人當作可以是肆意欺凌的賤民 中英兩國商人不同境遇 標記著兩種文明的分野 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運的興衰 在舊中國 商人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職業 他們不僅承受虧本虧損的經營風險 身為沒有任何權利保障的四民之末 還必須忍受官府 以及大小官的層層盤剝 與這些傳統商人比較 廣州十三行的行商 處境更險惡 他們長期遭受廣東海關 地方督府等的官員 甚至他們的家丁門人的欺壓 不敲詐 同時 由於他們處於官府和儀商的夾縫之間 不僅尷尬 而且風險 不知大多少倍 尤其是到了家道終衰的時期 由於要應付這些事 最後搞到家破人亡的 也大有人在 清朝的時候 就出了兩個世界首富 一個 就是先前提及過的廣州十三行商 伍炳鑑 而另一個 就是幫乾隆皇帝 掌管護保 以及內務府的和薪 和薪相比 伍炳鑑簡直不值一提 所以他靠的是 苦心經營的跨國貿易 積極投資世界新興產業 才辛辛苦苦 賺了兩千多萬兩銀 這兩千多萬家產 都未到和薪貪回來的十分之一 根據家慶查冊和薪家產的那份清單估算 和薪的財產 數以億計 講少一點是兩億多 而講多一點 多到十一個億 這筆超乎常人想像的巨額財富 有很大部分 都是來自對伍炳鑑等廣州十三行行商的盤磨 這兩個世界首富 一貫一商 一北一南 都是在很短時間內 極盛而衰 這也反映了清朝官員和商人的不同處境 也揭示了這個帝國政治 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的財富積累 都是和廣州十三行對外貿易 或是廣東海關密切相關 而隨著所謂天子南虎的日漸色尾 大清帝國的國運也開始出現逆轉 自以為強勝無比的天朝 漸漸也走向暗淡的黃昏 林則徐雖然以白銀外流引起杜光皇帝的驚恐 但是他似乎還未能真正摸清白銀的去處 他對清朝的財稅體系的了解和認識 大概都比不上和薪 以及幫皇帝打理海關的那一干人等 和薪對馬加爾尼帶來的西方文明提不起一點興趣 但是他心裡喜歡的 是西人流進來的白銀 和薪能夠使自己的個人收入 超過國家財政的收入 成為前無古人的首輔 這完全是因為他善於考取豪奪 尤其是對商人的毫不留情 貪污是需要技巧的 當時清朝政府和皇室 除了徵修傳統的填賦以及雜稅之外 主要還有兩大財路 第一個是內需最大的財路崇文門碎關 號稱天子北赴 另一個是廣東海關 田農最信任的宦官和薪 他為了皇家 亦為了自己 通過控制護部和內務府 將這兩路財源 捏得緊 對於這兩條財路 和薪摸得好透 捏得好死 不單止資本末 而且熟悉所有的中間環節 反正他望過一刻 絕對沒有什麼走 那些什麼其中的中間環節 什麼資資業業的東西 絕對也不會流出他的手指 至於廣東海關 地方篤府的腐敗 以及橫徵捕臉 當時英國商人洪任輝 在入境告御狀的時候 已經披露無謂 這種既要徵收徵稅 又要索取虧禮 分頭等雜費的塵規漏襲 是怎麼形成 又能夠名正言順 公然存在的呢 這個歸根到底 是由於廣東海關 作為天子南庫 這個家國不分的特殊地位 所造成的 清朝的廣東海關 是由宋朝的士帕斯脫脫而成的 但是宋朝的士帕斯的收入 是要上繳國家財政的 至現在廣東海關的收入 只是交給內務府 這筆錢是給皇室用的 尤其是乾隆子准一口通商之後 皇家不僅壟斷了整個國家的對外貿易 而且還將國家的海關收入 就變成了自己的士忌錢 既然是幫皇室收取的士忌錢 那一般的官員當然不可以隨便過問 而事實上他亦無權過問 皇帝的錢 都是這樣過問的 想死嗎 因為這樣 皇帝和他的內務府大管家和身 以及內務府派出的海關監督 就成為了一個利益共同體 那海關的稅費當然自自然而被他們瓜分了 說得白一點 就是皇帝通過和身 把廣東海關承包給他的親信 親信就靠投資 成為海關監督 當他們拿到這個承包權之後 就由北京過來廣東就任 上任之後 就放開手腳 幫皇上 幫內務府 甚至幫自己拿銀 那海關監督上任 可以帶家眷六十人 那這些家眷 包乾了海關的所有事務 那麼廣東海關就成為了他們的家天下 這個家天下就為期三年 三年之後 又是換過另外的監督就過來包乾發財 大家看看 廣東海關你說多麼肥 他比崇文門碎關還要肥 崇文門碎關已經肥到漏油了 但是跟廣東海關比起來 簡直就是炆和牛腿 那你說 當時在廣東海關做的監督 你說賺多少錢 以前在崇關做幫辦的一個委員 叫做崇爾 他每年大概可以拿到四五千兩銀 他就以為自己攪得很好 但是他怎麼都想不到 在廣東海關這邊 就算是看門口那個 每個月都800兩銀 你說其他人可以拿到多少銀呢 就可想而知 那些官員有多肥 商人的負擔有多重 海關的監督 地方的大員 駐地軍事的將領 直接把廣東海關當成發財的地方 而十三行的航商就自然 成為他們盤剝和勒索的對象 當時除了正稅之外 那些航商還要交納 虧禮 虧銀 除此之外 他們還要交付 由共架 軍需 河工 剿匪 河房 等名目繁多的雜費 就連在海關看門口的看門工 和那些書利 隨時都可以攤大手 向十三行的那些航商拿錢 當時在中國做生意的 美國商人亨特就說 那些官員除了考納名目 迫使那些航商對公共事業 公共建築捐款之外 更加惡劣的是 政府還經常無中生有地 誇大長江 黃河泛濫的災害 並且以這個理由 逼他們捐款 所以這個美國商人亨特 在他的胡憶錄裏面 專門寫了一段 他和吳炳鑑的對話作為助證 這段對話又是怎樣寫的呢 下面不妨就讀給大家聽 好官你好 今天有什麼消息呢 號官回答說 太多壞消息了 黃河又鬧水災了 那有沒有官員過來看你呢 官員就沒有 但是他就叫人送了一張票過來 他說明天來拿 叫我給二十萬給他 那你給多少他 我就給了五六萬給他 那如果他說不夠怎麼辦呢 如果他說不夠的話我就給他十萬兩 那以上 就是亨特在他的胡憶錄裏面 記錄他和吳炳鑑的一段對話 從這段對話呢 就可以看出官方對總商的那種勒索 總商也是這樣 其他的那些航商就更加不用說了 輪流召見 要他們出錢出領 其實呢 那些航商都知道官方是作大的了 就算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捐了款 在捐款裡頭呢 只是拿了一點點去收提 而大部分就被那些官員貪走了 都把自己的袋子貸掉 不過這樣 這些捐款的多數可以商量的 但是不能夠不給 當舊的海關監督回北京 或者有新監督導任 他們都要給錢 那些錢不是只給監督 連戶部的大員個個都要慫 那為什麼他們又願意這樣做呢 嘩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話 以後有什麼事的誰照著你 說得難聽一點 這些是保護費 你不給也不行 按照傳統的觀點 很多人都習慣將官員的那種 典財勒索 歸咎於他們的腐敗成性 貪得無厭 不過你說從根本上看 這個直達是社會制度的問題 它首先反映了皇權專制下的家國不分 贏者通殺 其次 也暴露了社會機制所隱含的掠奪性 在這種社會機制下 中國人形成的傳統觀念就是當官發財 而不是生產發財 或者說是經商發財 只要一做了官 就可以一任清知府 十萬雪花銀 而那些督夫大員 不用問更加是財源滾滾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就請下回分解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